大家好我是Kakumaana,今天来介绍 最近退位的日本总理兼义伟兼总理 他是反中还是亲中呢? 还有他其实默默为台湾做了很多事情哦,你知道吗? 然后在我们开始之前先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分享更多日本新奇好玩 还有你不知道的日本哦 今天来说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那不只是为台湾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可能还消除了一些日本就是政党里面这个亲中势力哦 然后首先第一个就是积极强化美日安保条约 那美日安保条约我想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有人怕有人要补充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依据美日安保条约 美军可以利用驻日基地协防台湾 对就是意思是说可以跟美国一起防堵中共啦 然后第二点就是在G7峰会上表明 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TO 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施定的 因为从来没有人那么 欸,连拜登还有那个 川普都没有说是他讲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说服欧洲国家 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真的太好了 很挺台湾 我觉得真的有人看到 他算下台了 你要知道齁 就是各国领袖啊 是讲话啊 他们在发表一些意见 都是要非常曖昧非常有技巧 就是不要讲那么死 可是 特别是日本 就是这么喜欢讲话很模棱两可很曖昧的国家 竟然在这样的工作场合支持台湾 我觉得这应该是绝无仅有了吧 应该下一个首相会是怎么支持台湾吗 我不知道 第四点 在日本国会上表明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个后来讲出来之后 就被当然是中国大陆的那些发言人生气这样 可是我去看了这一段 国会的一个发言 我发觉可能只是一个不小心说 溜嘴的情况 说国会的那个国防对策的时候 那在针对日本的防疫对策的时候 不小心说成 世界有纽西兰 澳洲 台湾 这三个国家 一开始是这个在野党的最大 日本最大的在野党就是 立宪民主党的党代表 党主席 知也信南 他先提到这句话 总理又把他重复于这句话 所以才变成就是好像有点 把台湾说成国家 但是感觉只是一个口误 但是还是非常感谢 因为后来大陆指责他他也没有讲什么 第五点就是在争取疫苗方面的努力 因为他们他虽然争取是日本的疫苗 最后结果是台湾也因此受益 那其实在总理卫上任之前 在做官方部长官的时候 就为疫苗做了很大的力量 就是各国应该他们的施打局好像没有到这么平行 他第一季跟第一季非常平行的原因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打完第一季 然后直接第二季就直接预约好了 就是你打完之后你会有个QR Code 打完第一季马上就在等待休息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预约第二季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的施打率也是非常的平行 第二季的预约还蛮好预约 我觉得不像第一季超难预约 然后第二季等于说你去预约的时候 其实蛮真的很好预约 而且刚刚好就在四周后 我觉得这个制度做的也很好 而且从之前也是施打率一直拉不起来 然后建总理就说 那我要把施打率提升到一天一百万几 然后大家就觉得怎么可能 后来没想到真的现在就是一天打一百万 就是疯狂的打 就是大规模接种就是一直狂打这样子 那一定有就是走之前把亲中派的大佬拉下台 那大家知道其实就是二階堂 二階堂就是一个超级无敌亲中派 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二階堂他其实就是 他是日本的观光协会的算最大的理事长 然后他负责日本所有的观光业 那你知道日本观光业就是 什么Yodomashi Camera或什么些 都很多中国观光客会来 所以等于说观光协会理事长的部分 他很需要在日本的经济非常需要中国的 对中国的观光客来 所以呢他的立场上面比较轻重 这个床我听说二階堂的老婆 需要做一个移植手术 然后听说是去中国做的 你知道中国有很多那个脏器移植吗 摘的是法人工人的器官 好酷 然后第七点其实他就是 就是有要有心摘除一些中国的私立在日本 然后有名的一个就是 拒绝日本的学术会会议的会员任命 因为其实日本的那个学术会的会员 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大学教授 然后是由总理区任命的 可是他就拒绝任命 那拒绝任命的原因就是说 这些教授们啊 是就是有亲中私立 还有亲中的资金在里面 那他是一个日本学术会会议是什么样的会 什么样的组织呢 他其实是日本教育部里面的一个财团法人 然后针对日本的学术界人才给予资金上的资助 还有这些教科书的编撰 然后给他们配给 那手握这个日本学术会会议手握十亿的资金 然后就是分配给这些算是教育人才 所以听说这个这个名单上面有很多就是亲中私立的教授在里面 那这个学术会会议的被否定 他不想任命的这个委员 其中就是有六位 就是 他们里面的人呢 这都是很有名的大学 你看他的学历就是都是有名大学的教授 那他们被拒绝的主要原因就是 他们反对安保条约 那安保条约刚刚有说过 是为了什么要安保条约 他们他拒绝任命其实对台湾也是很有利的事情 他们是反对安保条约的 他们的教科书就有左翼化的情况 其实这件事情一开始我不知道 其实媒体上一直疯狂批评那个监总理 然后我就说对啊好像他很过分 剥夺这些教授的那些权利 这样教育界非常非常不好 后来听高传爸爸讲才知道 会这样的关系 监总理每天被这些新闻记者一直逼他 一直逼他 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认命 后来才会有人帮他 他真的是为了清除这些亲中势力而用心良苦 大家都不知道 只能说今天总理辛苦了 谢谢你 因为台湾做那么多次亲次的那个 说真的日本的总理到底是谁 因为当原来不知道 于是我看的有点棒 所以不清楚 如果有机会再为大家分析好了 那下一集我可能会做就是 呃 连日本都惊奇的 的日本 然后可能会 请那个高小爸爸一起来讲 那今天要讲到这里了 麻烦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我分享更多日本 新奇好玩的事情 拜拜